我們的蔡總統在2017年已經去希望這個案子是終止的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的環評還沒撤銷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對公益有重大危害 能夠去防止或者是去除這樣子的方式去撤銷環評 可以嗎 這個我想撤銷環評與否呢 它有它的法律的根據 那我們要與法辦理 就是行政程序法可以撤銷 要需要這個環評法需要有修法的情形 那如果說用這個行政程序法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要嚴厲一下 再來我要請問院長還有部長 我們的經濟部已經把農期歐新野埋廠的新辦事業計畫 已經廢除了對不對 撤銷了嘛 那現在呢 因為在歐新的土地上面呢 有這個地質公園的存在 那我們農委會也同意認同就是變成這個地質公園 但是呢 這裡生態非常豐富 所以呢 現在有一些製紅池固化廠 甚至污水處理廠都是在地質公園的土地上面 那因為台南市政府在一年多前 就是已經公告地質公園 所以在兩年內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行政程序法123條第四款 去撤銷它的環評 既然新辦事業計畫已經撤銷了 可不可以請院長交代 或者是去指示要撤銷環評 好 院長 關於這個環評的情形呢 實際上它是已經環評通過 但是它的這個規劃案呢 是像委員所講的 是撤銷 那按照環評的規定的話 是環評是在的 但是因為它已經 所以現在就是行政程序法兩年內 如果我們針對公益 還有這個會危害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行政程序法去撤銷 那現在就是請院長能夠 因為我們的蔡總統 在2017年已經去 是希望這個案子是終止的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的環評還沒撤銷 是不是可以讓這個 對這個公益有重大危害 能夠去防止或者是去除 這樣子的方式去撤銷 撤銷還評 可以嗎 這個我想撤銷還評與否呢 它有它的法律的根據 那我們要依法辦理 就是行政程序法可以撤銷 要需要這個環評法 需要有修法的情形 那如果說用這個 行政程序法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要研議一下 好 那就請院長 這個部分也希望能夠 落實對總統的承諾 能夠還評撤銷 在4月23號之前就已經會滿兩年 那我希望部長也能夠來支持 還有主委就是撤銷還評 那